歌唱节目《中年好声音2》 会在9月10日晚9点首播 第二届的108强参赛者 韦韦都实力非凡 在争夺60个晋级名额的首个回合 就已经是一场大激战 这期节目的五位评审 包括肥妈Maria Codero 陈威嫇 张佳添 吴仲恒 周国锋就一起出席宣传活动 为节目造势 近日肥妈在个人社交平台 透露在拍摄中年好声音时的评分显示 和自己有差距 影片在网上造成热话 令肥妈这天都要说几句 以正视听 叫大家不要误会 说17分和18分 因为那次我是看着Emana 我很记得的 我看着Emana我是按18的 但手指就按了17 那分一出来 不行,跟我改回 那她立刻好 Patrick真是好人 立刻跟我改回 是现场有观众有东西 因为我的眼睛不是看着机器来按 我看到在18我看着她就这样按 按错了,我立刻说不行不行 跟我改 这样而已 哇,被人说了这么多个月 是啊 就是我们公平到这样 因为现场的观众是他们的家人 你以为我不怕被人打的吗 是啊 因为真的有其他人在这里 你没得画 不是其他这么简单 直接是她的家人 对 她的家人,他们的参赛者 他们的同伴都留在这里 因为大家都看到的 我按了17 一打出来,我是看到17才知道自己按错 然后说,拜托给我改回18 是 是吗 但那个访问出了街后 变了另一样东西 你又不认识了 对,那些人剪剪剪剪 剪到好像是假 有什么假 你给我转五十万吗 你真是缺缺缺缺的 我们这个节目做得这么红 因为公平公正 而且那些人出了来又红 慧嫣作为第二季加入的新评审 她也很享受整个拍摄过程 还试过听得太陶醉 而发生哈鲁事件 我是因为我在看那一次 我在看她转出来什么样子 她又真的唱得挺好 我就想看她整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那盏灯呢 是不是真的直那盏灯 我一直都觉得很好 但谁知道原来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结束了 然后发觉忘了按 幸好那次已经有四眼灯了 所以我的眼睛其实不相干 我就是说如果那个人 可能只有两眼灯 因为我忘了了 那就大事了 幸好… Tim Sir,Harry,Brian三位 对于参赛者们的质素 都有不错的评价 就连Harry这位上一届的评分折扣王 在今届好像也有所改变 但有一部分真的很厉害 就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有大概20个 是会农真虎斗得很厉害 他们说我手松了 其实我没有 因为敬人多了 每个人都唱到Tim Sir 怎能不能不按 对吧 这次真的对比上几次 是松了很多 是 看完继续 可以放长相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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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次是… 因为上次是100强 100强 其实相对来说 大家不用那么厉害 而且我不知道是否有风水问题 是 我和… 转位 是, 吊了卫龙洲的风 性格也会变成 是, 沒錯 你变成他的性格 今次你比我更少 好像是 是, 暂时是… 我最初是不想按下 但我们一直都是左右门神 被人封 是, 都不是好人 是 是座位 我是很有期望的 我也知道他们会很紧张 那结果也是很紧张 那所以有一部分 我觉得应该会挺好的 是打了折扣的 是